如果兩岸真正一發生戰爭 先不說美國幫不幫台灣 這個戰場一定在台灣的本土 那受害的一定是台灣自己 所以我們在思考這問題的時候 一定是應該為兩岸追求一個和平 化解現在的敵意 作為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戰略目標 這是我們討論問題的一個最重要的核心 也是一個前提 那美國到底會不會幫台灣呢 有的人說這叫做美國的戰略模糊 其實你大概對美國的外交政策 或者對兩岸關係很清楚的話 其實美國戰略早就很清晰了 美國哪有戰略模糊 美國包括美國不支持台獨 美國從三公報一法 美國已經不支持台獨了 美國也從來沒有把台灣 當成是一個國家 而最多只把台灣 當成是一個類國家來處理 一個類國家的政治實體來處理 這是美國非常清楚的戰略 美國這個國家 他會去打代理人戰爭 美國在這一個世紀以來 他在全世界他絕對是把戰場 不會讓他在他本土發聲 而且他在海外發聲的時候 他一定打代理人 更重要的今天 我們不要說俄烏戰爭了 不要說今天以哈戰爭了 我們今天看到今天的背後 兩岸關係的背後是中共 中共又是一個核子武器的國家 美國怎麼會介入 美國如果介入了 是他拿他的所謂的太平洋的艦隊 拿美國在海外的部署的基地 作為交換的條件嗎 美國沒有蠢到那個地步 美國要的是什麼 美國要的是說 天天告訴你說台灣很危險 然後我們美國關心 亞太地區的安全 然後呢再告訴台灣說 你們要自己承擔出防御的責任 你們要表達出防御的決心 那麼怎麼樣呢 那就買我美國更多的武器 然後按照我美國的戰略部署去部署 我可以派一些官員來訓練你 我可以賣一些武器給你 我也可以讓你有想像的空間 在必要的時候 美國會不會幫助你台灣 我很清楚的告訴各位 美國不會來的 絕對不會來的 為什麼 因為他來了以後 他的對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是具有核子武器 而且現在在太平洋沿海的軍力部署上 以遠遠開始臉壓於美國了 美國這場仗是打不贏的 他怎麼會打呢 美國這麼聰明一個國家 台灣就是一個 等被犧牲的角色而已嘛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說 這些問題 在台灣的整個政治的操縱之下 我們的執政當於 不斷給台灣想像的空間 美國其實暗中 還是支持台灣獨立的 美國暗中 還是願意幫助台灣的 關鍵的時候 一定還是會來支援我們的 我跟你講這都是個騙局啊 所以大家了解了以後就說 美國絕對不會派兵來幫台灣 我在這邊講一百次 講一千次 講一萬次 你們聽清楚了沒有 美國不可能派兵來幫助台灣的 美國只是利用台灣來消耗中國大陸 來製造中國大陸內部的問題 來打壓中國大陸在國際的形象 美國不只不會幫助台灣 美國也不會像 那個羅森伯格想著 美國自己去質疑2758號決議案 美國不會跟台灣建立外交關係 美國也不會幫助台灣加入任何聯合國的國際組織 聽清楚了沒有 美國不會做任何會影響它跟中國大陸關係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回到一個觀念 希望大家能了解 兩岸的問題自己要解決 台灣的前途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上 兩岸之間的政治對話 政治溝通一定要開啟 把這個希望寄託在美國出兵台灣 不要再做夢了 這是個不可能的事情 的確就是開啟對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不過我們看到賴清德拿下的大位之後 大家都想北京方面應該在經貿方面會對於台灣加大力度 但是大家沒想到說這個速度這麼的快 包含在外交部分馬上就有一個出手了 就48小時不到的時間太平洋友邦諾魯就跟台灣斷交了 那我們看到就說在蔡英文的這個執政8年當中 那其實我們斷交的國家非常的多 那我們現在看到就說這20多年來台灣邦交國的確是在逐漸的減少 李登文的時候是有29個國家邦交國 陳水扁23個馬英九22個到了蔡英文丟掉了10個 現在目前只剩下了12個 我要請教一下介大使 就是說大家都內部開始在討論說 是不是台灣的邦交國會不會有一天歸零 包括了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他在選舉的時候 他也曾經說我們也可以接受台灣零邦交國 為什麼會在民間有這樣一個想法 很多人是因為認為說我們之前就是被這些友邦國家 有時候是被受到了金錢的勒索金錢外交 那中華民國的這個金援外交是不是已經告終了 如果台灣的邦交國歸零的話清零的話 那將會有多大的一個代價 因為這個事情基本上外交是兩岸真正就是說 關係好壞的一個親屬表啦 這個清雲表的話 那其實他的雙方付出代價是最少的 因為兩岸關係不好的話 如果進入軍事的衝突的話 那可是要死人了 那可是血流成河的 所以要表示關係不好 這個是外交是個親屬表 而且代價最少 他比經貿之間的這個制裁還要少 所以看起來很嚴重 其實不嚴重 可是中間我們要看一個點 就變成就是說 馬英九的八年 事實上雙方外交修兵 是沒有外交戰爭 完全是零啊 對不對 那蔡英文因為她拒絕九二共識 這兩岸大陸認為是兩岸 一中原則 那麼因為在中華民國憲法 體制之下本來就是一中原則 中華民國就是一中憲 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一中憲法 那兩岸人民關係條理 也是一中的相關的法令 那麼兩岸關係條理 這個是界定兩岸 臺灣處理兩岸關係的一個 最重要的法律依據 前言裡面一開始就講 在國家未統一之前 我們中華民國分兩個地區 一個臺灣地區一個大陸地區 這就很清楚一中的原則 那你不要一中原則 那你就是搞台獨 很簡單嘛 那你搞台獨 你是一種走後門的方式 搞台獨 這很清楚啊 那你叫大陸怎麼接受呢 沒有沒有沒有辦法接受啊 所以你你關係 既就是一定是動盪 那動盪開始事實上 我剛剛講的軍事戰線 經貿戰線外交戰線外交戰線 事實上是沒有錯是代價最低的 可是是可以解決的 可以解決的 可以解決的 馬英九實在就解決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外交戰線 馬英九還往前跨了兩大步 我們進入了聯合國體系啊 是不是進入到世界衛生組織 進入到了什麼 進入到這個國際民航組織 都突破了 然後我們跟這個新加坡 跟這個 跟這個 這個紐西蘭都簽了 這個自由貿易協定啊 然後我們跟大陸 也簽了自由貿易協定啊 所以基本上是 有很大的空間啦 就在 大家都是 同日承認一中原則 你不搞台獨 事實上 兩岸執言關係是康莊大盜啊 台獨基本上 是不是死路 大陸一定把你逼到死胡同 是沒有出路的 我們剛剛講到鴻海的問題 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台灣長期 一個心理上的一個盲點 就是說我們前途 基本上就是靠美國啊 錯 台灣的前途由台灣人決定 如果有人認為台灣的未來 是靠美國的話 這個人就沒有資格去搞 宣告台灣人的尊嚴 跟台灣的獨立 如果一直在散佈台灣的前途 是美國人決定的話 這個就是台獨的叛徒 真正獨立的思考是 所有命運是自我 操之在我的 所有的可能選項 都是可以考量的 誰說不能考量的 兩岸關係好的話 鴻海會不會封鎖 美國會不會來關我們PASS 我們自己搞定跟大陸的關係 為什麼要靠美國 靠美國 美國是為了他自己 不是為了台灣 到現在還有人搞不清楚 美國對台灣好 因為他是什麼 他是開慈善機構 對不起 美國所有的對台灣作為 都是為他自己的利益 沒有一個人會認為說 我對你好 我犧牲我自己利益 你就會犧牲你的利益 來照顧我 這只有我們台灣 有少部分人有這種 無知的幻覺 美國從頭到尾就利用台灣 你沒有利用價值的話 一腳就踢開了 所以命運要掌握在台灣 台灣今天為什麼有戰 兵凶戰危 就有一群人搞台獨 我們國家叫中華民國 你開始的時候 你天天打擊中華民國 結果呢 你為了權利 你說我現在國家叫中華民國 後面再加個台灣 對不對 我不改變體制 那你搞台獨幹嘛 你擺明就是要權要利 所以這個政府上來以後 就是要權要利 他有什麼政治理想 沒有理想 對不對 最主張台獨最激烈的人 都不住在台灣了 對不起啊 因為要打仗 因為要打仗 不要再把台灣帶到死胡同 裡面去了 也不要再用這種思想 去迷惑我們下一代了 台灣的前途 由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決定 沒有錯 可是最好的康莊大道 是把這些外國 想利用台灣 作為他跟中國大陸鬥爭競爭的 籌碼的這些外國人 把他趕出去 我們自己來決定 我們跟大陸的關係 我們同樣是炎黃子孫 什麼事情不能談 我們同溫同早 為什麼一定要搞到 要拉外國人來這邊 搞了一大堆武器 你有更安全嗎 蔡英文花了六千億 台灣有更安全嗎 如果更安全的話 為什麼年輕人四個月的兵 又要改成一年 這個問題他可以答嗎 賴清德 現在有台獨的精孫 美國總統已經跟他講了 不支持台獨 你還要走台獨路線嗎 請問你對美國總統說 不支持台獨 你作何感想 被人家 鳴著 公 按著玩 腕著耍 鳴著耍 還不覺醒 還要把台灣往死胡同裡帶 所謂何來啊 我們台灣為什麼要走向戰爭 沒錯 兩岸之間有和平的管道 有很好的政治基礎的時候 我們要花那六千億 拿給美國人 六千億台幣 蔡英文還說 我對台灣最大的貢獻 我把國防經費 他對軍人講說 我把軍費增加從三千億倍 六千億 請問台灣有更安全嗎 有嗎 你知道我們現在軍校都招不到學生了 我們現在第一線的這些職業軍人 提前退伍的多少 對不對 你講的 你講的跟事實 跟我們完全相反 兩岸的關係 由兩岸自己來解決 不要再拉這些什麼 日本 日本有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不要自己騙自己 日本有事 就日本怎麼撤僑 台灣三萬僑 他怎麼撤 不要自己騙自己 自己就說 美國也支持我 全世界都支持我 我的勝利就是什麼 民主的勝利 全世界都認為 你的勝利 是讓台海變成全世界最危險的一個地方 台灣是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這才是事實 兩岸勝利的話 唯一的途徑就是要重啟對話 不過我們看到中華民國在外交上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再發揮的空間 我們就從台灣四任民選總統的外交主軸 我們先來Review一下 我們看到在李登輝時代是做的是務實外交 他的重點是說頭銜是可以妥協 長域是可以多元路線可以迂迴 他的重點就是跟世界各國往來 他的務實外交強調是在經濟實際上對外交的重要性 讓台灣在國際上更有發言權 接下來陳水扁是風武外交 用點火的方式開拓外交的生存空間 另外接下來 馬英九時代是外交修兵 在台灣二次政黨中聽之後 馬英九提出了活路外交的路線 他的重點就是希望在兩岸雙邊的關係中 有一個實現和解修兵 另外接下來我們看到的蔡英文的時期 他是做了踏實外交 他擺脫就是以往單向援助的模式 強調雙方在技術跟食物經驗上相互的受益 有人就說了蔡英文的踏實外交 其實在台灣的官方文獻上並不常見 我要請教一下李老師 但是有人說蔡英文的外交路線 很接近李登輝的務實外交 但是呢他是更低調保持不挑釁中國的態度 您怎麼看 我不是很同意 這個我們如果回顧一下 其實都沒有多久以前 蔡英文總統執政期間踏實外交 但真的踏實嗎 我們會想到有多少其實是 所謂的大內宣大外宣一直在做 因為很明顯我們回顧一下 在李登輝總統把他交給這個 曾水扁的時候 我們台灣邦交國 中華民國邦交國還有29個 那阿扁時期跟這個兩岸 這個關係非常緊張 我們弄來弄去之後 大概多了掉了9個邦交國 拿回3個 但總共丟掉6個 所以29到23 是不是這樣的狀況 其實非常非常清楚 那馬政府期間我覺得是非常那個名如其分 就是外交修兵或是活路外交 基本上我們是得益於兩岸之間的和平紅利 所以不只是兩岸關係緩解 對外我覺得非常明顯 因為過去講了很久的 有意義的國際參與 但什麼是有意義的國際參與 剛才大使有講到 在ICAL在WHO裡面我們做到 而且包括在我們的經貿 跟新加坡跟這個紐新蘭簽訂 也真的是實現 那在交給所謂的蔡總統的時候 我們還有22個邦交國 因為馬政府就丟掉一個 那22個其實7年多 基本上可以丟到10個 而丟到10個之後 如果每次看我們的外交主負責的官員的講法 其實基本上有點唾面自乾 包括像最近丟掉的諾魯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整個的宣傳體系 會開始在醜化 把我們的諾魯 曾經是我們捧在非常手心之間的諾魯 有一個邦交國說他又窮又小 又如何如何如何 但有邦交時候 為什麼我們沒有這樣講呢 一丟掉之後其實發動文宣 那年輕人可能也會被受到影響說 反正不重要 那丟掉無所謂 真的是無所謂嗎 我不相信執政的政府是不痛的 因為對於我們來說 即便是我們處境很艱難 但邦交國的承認 我覺得對臺灣來說很重要 所以我非常反對所謂的林邦交 我非常反對 邦交國斷到林也無所謂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完全不是 那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 要怎麼去做改變 我覺得一個重點 兩岸關係還是必須得考量 對 我們來看到就是馬政府時期 我請教一下張老師 因為馬英九的外交修兵 主要就是台灣是用九二共識 作為兩岸官方交流的一個基石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 如果是要對話的話 還是要回到九二共識 當然我覺得兩岸關係 如果不能夠解決 我們的國際的參與 一定會受到影響 馬英九時期的時候 因為堅持九二共識 所以大家在外交上可以修兵 可以修兵 所以說對兩岸關係來講 九二共識的確是一個 兩岸關係的最重要一個基礎 也就是大家要政治互動一個基礎 如果台灣在這個兩岸關係 不能夠有所推進 或者有所堅持的話 那兩岸在國際上 一定會相互的競爭 我最後我想補充一下 就是有的人認為說 零外交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或它的意義在什麼地方 我要跟各位講 一個國家 它在事業上能為成為一個國家 它有它主觀條件 也有客觀條件 包括你有沒有人口 有沒有領土 還有有沒有政府 那更重要的是政府 與其他國家互動的一個能力 就很多地區 像有一個國家 它具備了國家的條件 但是如果說你沒有主觀的意願 就是大家國家都不願意承認你 那你作為一個國家 你可能就很難在國際上求生存了 我們台灣現在處在一個 關鍵的危險地方 因為在聯合國裡面的 2758號決議案 基本上中華民國 已經不被認為是一個國家了 它只是一個類國家的一個政治實體了 在國際的組織上 國際法上已經變成這個樣子 那剩下來我們跟零星的國家 維持我們的外交關係 來凸顯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假如在這一方面 我們將來變成零邦交的時候 那麼我們在國際組織跟國際法 已經失去了國家的 國際法的國家人格了 那在雙邊互動關係中 我們又失去了國際法的國家人格的時候 那我們就在整個國際的所有的社會裡面 他確定他就成為一個政治實體了 那對我們國家未來的發展 其實是不好的 對未來跟大陸互動過程中 也不見得會取得一個有利的位置 所以我是認為說 在我們的邦交還沒有降到零 這個過程中的時候 我真正希望民進黨的政府 能夠認真思考這個問題 要開啟兩岸溝通的政治對話 但是你要開啟兩岸政治對話 回到您剛剛講的 如果你沒有九個共識做基礎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說蔡英文或現在是賴清的政府 他如果持續的還是不接受九二共識 而採取兩岸的敵對關係 一直延續下去的話 我覺得北京在外交的方面 他不會手軟的 會持續往零去逼近 那對於我們臺灣兩千三百萬人來講 這都是一個不好的一個消息 所以我相信 我希望民進黨當局 能夠認清楚這個問題所在 所以我還是認為說 重啟兩岸之間的互動 溝通的管道 這對於我們臺灣來講 不管是執政黨跟在野黨來講 都是一個神聖而必須去做的 一個重要的任務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 798 CTI 798有額外的進口哦